能够在专业的这个经济讲的舞台上获得这个认可 那是非常作为演员来说是非常自豪的一件事情 但是呢我也觉得就是演戏不是为了获奖 如果仅仅是为了获奖而去演戏呢 我就觉得好像这条路就有点窄了 其实演戏拍电影也好拍电视剧也好 是因为你热爱 热爱这件事 胡歌是个特别神奇又与众不同的男明星 从他的作品可以看出 他是一个有思想又有内涵的演员 对演戏的执着和认真是很多演员不能比的 他一直很谦逊地强调自己只是个演员 不作作不浮夸 很用心地去对待每一个角色 甚至为了能够演出更好的戏选择回炉重造 不忘初心重新回到话剧的舞台上 一直紧记着不能丢了演员最需要的东西 这种心态对于演员来说是相当难得的 而作为无数粉丝心目中的完美男神 胡歌的感情可谓是操碎了广大网友的心 特别是当年在《仙剑奇侠传》中 与胡歌合作的几大主演成家立业后 万年单身过胡歌的感情生活更是备受关注 其实胡歌也经历过几段感情 薛嘉宁是胡歌第一个承认的女朋友 当年胡歌出车祸 放弃自己工作 细心照顾胡歌的人是薛嘉宁 后来胡歌付出 事业蒸蒸日上 低调分手的也是薛嘉宁 他们的爱情开始得很简单 但交往之后才发现两人性格很像 不争不讲做是低调 胡歌曾坦言自己是个大男子主义的人 当时认为自己给不了薛嘉宁想要的生活 所以分手 薛嘉宁也说过自己骨子里是有一点大女人主义的 或许性格太像就是这样 为因为对方身上的相同点而彼此欣赏 也会因为相同点的不相容而分手 还有一个比较有正义的女友就是江书颖了 胡歌和江书颖曾是上戏师兄妹 在电视剧《旋风十一人》中擦出火花 胡歌随性包容的个性吸引了江书颖 而江书颖坦率直爽的性格让胡歌很是欣赏 后面胡歌以一张互相喂食的照片 在社交平台上高调官宣恋情 本以为他们会有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 可这段感情在一年之后就匆匆结束了 至于分手原因 胡歌对外表示是自己没有保护好江书颖 因为当时的江书颖还是一个没有名气的小演员 一度被网友质疑跟胡歌在一起是为了蹭热度 胡歌也是怕这些留言会伤及江书颖才主动提出分手 此后的几年胡歌一直处于空窗期 也没传出任何绯闻 对于女性她也总是很有礼貌地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有次胡歌在接受采访时突然被女记者 表白你现在没女朋友我能追你吗 而胡歌接下来的回应可谓是净显高情商 他先是来了一下随即机智的回答 非常谢谢你喜欢我 但这种私人的问题我们可以私底下再聊 此话一出瞬间都乐了全场 在大庭广众之下拒绝女孩子不绅士 但答应了又有些太草率 只能回头再说了 我没有办法 除了一对我 我没有办法 胡哥的优秀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 既低调又励志 可以说除了女朋友他什么都有了 对于爱情这件事 胡哥身上有着当代大多数年轻人的影子 不是不想谈恋爱 是不想随便找个人将就 比起无人陪伴的孤单 更害怕的是两个人相顾无眼的尴尬 此前就有人问过胡哥对另一半的要求是什么 胡哥回答到圈里圈外没关系 最重要的是人要真诚善良 过日子嘛平平淡淡才是真 后来初始会见的世面多了 他对另一半的要求反而只剩下一点 那就是希望对方和他有共同的爱好 未来一起行走 年少时的恋爱叫合情合理 长大后的恋爱叫合并合作 不管男人还是女人 都要找个能配得上自己且值得的人 而且爱情这件事还是要看缘分的 也希望胡哥可以有个好归宿 找到一个惺惺相惜的办理